今天邀請到三立塔羅專輔的兩位共同創辦人 一位是我們的San Lisa and Filiq 跟我們的Win Boron Relays兩位帥哥 嗨,主持人好 兩位好 你很聰明 Filiq,當初是什麼一個情動 你會找一個relays 你們兩個一起來創這個品牌 其實蠻直接就是自己的時間不夠用 會需要兩個一起分擔工作內容 因為我們的理念會比較接近的說 我們希望做一個陪伴者的角色 而不是一個強迫你就是耳提裡面說 你就只要往這條路去走 而是一個陪伴你讓你暫時有 因為大部分來到占卜市面前的人 他都是遇到一些比較挫折的情勢 是,對 所以其實我們要做的只是陪他 他有一點力氣站起來之後 那就陸送他離開這樣子 對,但是因為自己本身的工作經驗 有經歷過像是設計師 或者是行銷部的書館之類的 所以對於很多事情都知道 該怎麼做可以把它做到更好 但是時間就是不夠用 所以一定是需要一個人來一起分擔 對 所以你就跟我們把這個品牌做起來 對 好 可是為什麼品牌的群名 要群比較善力 嗯,其實一開始是 因為像我的名字就有一個善字 我們立這個字其實呢 它是白跟熱的合在一起的 但其實白相怎麼不是白光 它那個立這個字其實也是一個尾王的意思 那就很符合說 我們並沒有要做一道像是什麼 方向的那麼強大的閃光去逼你說 誒,你給我站起來 我們只是一個尾王在你身邊 那Fernster這個單字其實舉例起來 它的拼法跟陰火蟲是這樣接近的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做一個像這樣陪伴的尾王 在我們的每一個客人身邊裡 像因為我們都要給他自己放下 對 我不是跟他講說你吹得一定要怎麼樣 對,因為有些 面對是或是那種療癒師 他們可能就有比較強一個方式 你今天來找我就是得要找我的方式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很容易把人家的 就變成說對方的生命的一些選擇 選擇交在你手上 沒有要自己選擇 就像現在鐵扣子 對,你現在比他還要把他黑 你現在比我五萬兩這樣 我感覺比較死定對不對 我覺得很恐怖 反正就騙財騙色 所以你們的理念是比較希望是 真的可以幫助他 就是陪伴他 因為我覺得你們的理念是重在陪伴 陪伴他來找你們的人 陪伴他度過非常的關卡 有時候算是陪伴也重於我們賺錢的 這個事情 真的嗎?是 對 其實個人上來之後 我們的確是會給他方向 跟他看清楚 怎麼樣可能會有什麼候補 你個人的今天 我可能會覺得哪個比較好 但是選擇就換到他身上的時候 他會怎麼做 其中他可能會有遺忘 或是怕惶惶 對 怕的事後 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可能是更多主人的戰略 我們出完戰略之後 他還是可以繼續用 回去洗給我們 然後陪伴他 其實說實話 可能在跟他聊天的時候 都超過我們把他算牌的時間了 對 所以這也是平安 為什麼會說 有時候陪伴你 有時間兵 那個 像這樣 對 甚至我們有一個最自豪的做法 是因為我們中文配 所以我們每天早上都會有一個 限時動態 可以讓你去看你每日的運時跟建議 而且我們都會為了這個設置在一個 大家通勤的時間點 然後我們一早起 我們還沒 還沒到我正值工作的公司 我就要一邊在通勤邊發現 然後說 他都選像Aden今天也太倒楣了吧 寫完發這個限動讓他們去選 但這也是我們堅持一直做的一個服務這樣子 因為他限動等於是免費的 可是其實他小home非常非常大的敬禮這樣子 我們就是會讓大家有個陪伴的感受 他是每天都放 每天 保安我今天假日 全然不夠休 沒有分 沒有分 沒有選 對一些都沒說 除非我們同時確診 真的 那菲林 那你們三立這個品牌 最當初你們兩個人的品牌裡面是什麼 最當初的兩個人 品牌 對 就是你們記憶裡面 你們記憶的三立這個品牌 你們的品牌是什麼 其實最主要就是配飯 所以我們不想醜 那種就是 有些詹姆斯就是 我一句話可以讓你哭 我很了不起 那客人會覺得他很準 但是其實 過程中客人很痛苦 然後事後走出來之後 你說他真的貌塞鈍開 其實我覺得很困難 應該是被嚇出來的 喔 你們不喜歡這樣子的方式 對 希望那個過程是很平靜的 是 就是 哪怕他會出來想要哭 或什麼我覺得都很好 就是他能夠把這些情緒釋放出來 但絕對不是我們把他嚇到的 對 我懂 不是用這樣的方式去讓他讀的 對 就覺得不是恐嚇他 所以其實我們在寫文字的時候 特別要求自己說一定要收到一個 因為文字沒有任何的表情跟感受 所以我們會盡可能的在簽詞用紙上 或是有時候加一些表情符號 讓他覺得 喔這段文字他其實是溫暖那些溫柔的 而不是去扣客你說 欸你今天坐這樣很糟糕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客人的性質會蠻不一樣的 因為有時候難免會有一個什麼 這個客人不小心藏會別人的第三者 可是如果依照我們的思索 或幾個人就要牽著他 欸剛剛什麼小生 可以這樣子 對啊 你就是會有報應什麼 但沒有 因為他很痛苦啊 他自己沒辦法抽離 但他又覺得自己有罪 或幹什麼的 其實這時候如果連我們都去通知他 那他也不知道他該去哪裡 對 甚至他一開始當小生之類的騙 喔 對 有可能他一開始不知道 喔 不小心 對對對 才會介入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社會 很容易看標題的去抨擊每件事 就是那個鍵盤俠那種感覺 對對對 應該說只看表面 沒有去深入到底原因是 到底原因是什麼 對對對 所以這也是我們覺得 作戰服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不要看到一點點就是 因為今天這組牌看了他的未來 但這也不是這個人 人生的全部 所以我們也不能運走去訂他 是 好 那Finnik跟Belace 你們兩個啊 你覺得 因為市面上塔羅張普很多 我相信 你一條街上就好幾個 那種塔羅張普的那種攤位啊 對 那你覺得你們跟別人不一樣特色 張普的特色在哪裡 如果是以品牌出發的話 是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就是有一位設計師 所以我們的質感絕對是夠的 那如果是以占卜跟別人不一樣的話 我會覺得我們本身其實更偏向是 真的就像前面提到的是以配伴為重 所以那怕我們後面上架的商品 也都是以配伴為主 想是可以改變你的磁場跟事情的 許願的蠟燭 這是近期才會上架的東西 我們也都是希望透過香味去配伴你的生活 讓你不會在可能工作的時候 覺得我老闆很討厭 那他可能聞到這香味就覺得 嗯嗯嗯 我們至少今天是好過一點的 這樣子 對我們會更希望是一個 淫蕩的方式 因為我們相信 每一種的情緒都是有功用的 嗯 那其實很多時候 在我們被恐懼的時候 它覆蓋其他的情緒 然後甚至會產生凍結的情況 所以有些人在急救的驚嚇是動不了的 那是一種身體的保護機制 那如果我們也是給客人這種恐懼感 然後他逼自己的改變的話 那他其實會捨自掉很多東西 包括很多學習的機會 嗯 但是也希望會感到憤怒或是不安 那今天這個來源是情況 他想要帶給我的證券是什麼 這其實都是蠻需要去學習的東西 嗯 所以我們更希望成為就是 在這個人心中的一個微光 然後慢慢的配伴 因為他找出了一個欠奏 然後照那些道路 讓他知道我有哪些選擇 嗯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嗯 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配客人 定立他的題目的時候 是 有時候我們會更偏向是說 建議他也許你可以從 另一個問題做出外 更容易找到你現在情緒的人頭 哦 所以有時候如果現在他 沒有透過這個問題 先造出自己的話 生氣或是難過的人頭是什麼 那他會先去問說 欸為什麼我看你現在有這個問題 然後又會去一些思維莫及的地方找說 哇那我的對象他是怎麼看的 什麼一種那樣之類的 哇那他股上也要 那你給你賺了好多錢 那其實也很好 嗯 但我們不一定會這麼做 我們通常都會建議他還是 更直接的一個走向人頭的方向 然後更去發現他情緒到底是哪裡 有出現任何的阻塞 讓他會有這個狀況 並且幫助他找 必須從這個狀況走出來 就我們不一定會離 畢竟我們都還有自己的政治工作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優勢 就是我們不需要以賺錢為第一目的這樣子 哦 所以你會是以Gay半為主 對 應該是我自己也很相信 Covation傳電視 是一個意思 所以我會覺得即便他現在 脫離了這樣的狀態 再也不需要找我們贊母了 但如果以後他看到朋友困難 能夠想起我們 那這就是所有的品牌界的價值 嗯 是 好 那Fini跟Relace 那你們兩個有沒有 一槍最三個人愛你 就是你覺得 你真的幫到他 讓你很有成就感 一槍最三個 這我也會覺得 因為其實詹卜師是一個在 療癒別人的過程中 不斷療癒自己的一個職業 是 那所以其實我會覺得 每一個詹卜師都需要很去 享受在自己的生活的平衡 因為想我自己很容易 遇到公司倒閉這種事情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已經倒了兩間了 不是的 會不會再繼續下去 嗯 對 那那時候就是遇到一位用婦 那時候不知道自己懷孕 然後他就跟老闆一起放下 然後之後他就覺得 工作再換就好了 反正他也不是找那種 超級難找的類型的工作 是 然後就是於是他就這樣離開了 也沒有拿到任何的 非資源離職的證明 只有拿到非常少的資金費 嗯 那當他要去找 現在的工作 早上發現 完了我懷孕了 可是我想把他生下來 那這個時候很多公司就不會再用他了 對 這也是體驗書 雖然現在老七法有規定 但實際上 業界上有沒有做到 這個 是零會 所以 那那個時候也是因為有公司倒閉經驗 所以其實除了玄學上的幫助 也有很實務上的方式 可以幫助他一步一步在他去拿到 他應該拿到的 失業離職金 因為這東西可以六個月 那他懷孕其實也不夠就十個月 其實有六成的時間 他都是安全的 因為那個時候加股出來是說 如果他勉強自己投入職場的話 他反而會連喘 所以我就覺得這是一個 很難得的經驗 所以我也會覺得 那時候才會覺得說 其實遇到公司倒閉不一定是壞事 因為至少在這一刻 我們很實際的幫助他把這件解決掉 那我自己也不會夜長夢多 我覺得說 他好甘心 他結束的時候會沒有產稅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最深刻的一次 這樣一步 這個跑龍張果還幫人家申請實驗不住 這是來第一次頻道 應該是蠻特別的經驗 應該不要被跑龍張果說 會撞到這樣的陣路 對 像是像雙口言 跟他說你再來 到那邊下站什麼 然後你們先預約 然後去哪一家 可以排比較快 他應該很感激 你可以拿那麼一回月的思想 還轉捏的 對的 蠻有趣的 那Finger跟Ruyes 那你們三立這個品牌 有沒有為了一個短期的 比較近期的跟中長期的一些不應望 聽說好了 就是我們目前是打算推出 香水跟蠟燭的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其實市面上 他應該蠻強 看到轉運的蠟燭跟香水 對啊 對的 對 所以我們覺得 香水跟蠟燭這個東西 如果只有轉運 其實蠻客氣的 因為他叫做香水 然後跟他們在轉運的蠟燭 就是想要叫 轉運的三份蠟燭 那我覺得味道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像Fing 他目前就已經考到 挑嘗試的執照了 對 那我們就是希望 今天在轉運的過程中 其實那個香氣也蠻能影響大家的 就是一方 你可能問一下自己喜歡的味道 你今天可能就可以比較舒服 或者是你今天在遇到很生氣的時候 聞一下自己的時候 好 可以冷靜下來繼續面對 其實我覺得 這個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就像陪伴 我們也希望這些香味 是可以陪伴我們的客人 然後我們 他們在轉運的過程中 是可以 有一些溫暖存在 溫柔一旦 對 天天會不會怕二四十個小時 守在他身邊 對 那如果有一瓶香水 其實就可以做到 所以這是你未來想要推出香水跟蠟燭 許願蠟燭這樣子 對 對 像是期望的下光 是 那中長期呢 嗯 可能會以開設課程為主 嗯 其實 因為人一天的工作時間其實挺多 就是了不起八個小時 或者十二個小時就很多了 是 那如果說我們就在運 假設現在可能一個小時可以賺到兩三千塊好了 嗯 那如果說 嗯 沒有辦法再讓這個東西變得 時間變得更貴重的話 那我們也許需要聽一個那種課程 除了幫助更多人去 也許是投入這個行業也好 或者是透過學習那種 以後就可以不用再 嗯 不一定說找老師覺得壞事 但是找老師就是要跟老師時間配合得上 那會不會很急 或許他可以透過再幫助自己 那這次課程投資也會 作為長期規劃是因為 因為等於是可以把我們的時間變得更貴重 因為或許的課程我可以收四五千 那這樣等於是說 其中也讓我們可以做得到更多的收入 那也可以讓這些收入再去幫助更多的人 哦 對 因為我們其實也一直有的規劃是希望是說 我們未來如果退出跟 都如系列相關的相分產品的話 我們也會去做長玩的 可能今天做的是小熊貓頭的 我們就會做捐款到小熊貓那邊 我們會希望未來長期有聽我們做到這件事 去幫助做出了人以外的生意 好 那那個Filling Back to Day 我知道現在做了一兩年 身心靈產業很紅 對 很多人都對 療癒師這個職業啊 很有興趣 你想要踏入你想創業 那如果說他們真的想創業 兩位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我很覺得要找出最適合這件方式 那如何判斷性就是 你什麼樣的方式你會最有底氣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像我是一個 如果我的戶頭不太容易留住錢的人 又是很容易即時行樂的人 那如果你跟我們一樣 那你就很適合跟我們一樣做斜槓的方式 等於說我白天有一份正直工作 所以不用擔心生活 對 因為當你進入創業或是Freelancer這個領域之後 你很如何打一分省願差異 你可能會沒有辦法容忍說 我這個禮拜賺六萬 欸這個月賺六萬就好棒喔 結果三個月突然是小月了 就變成可能兩百塊 這方式不會收掉 所以最建議的方式就是說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很好的方式去 讓你有提氣去做這件事情 不管是你要跟 打紹心牌跟爸媽跟奶奶借錢也好 或者是跟銀行代管都好 如果這個適合你來就做 但我自己是不太喜歡太多跟別人借錢 所以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做斜槓的方式 那只要你有體氣 你忍這個東西 你忍順了 你做什麼事都會是順的 因為如果你整天處理 擔憂跟慌張之中 尤其是身心靈 如果會發現你做什麼都沒有辦法做得很順 你如果自己很擔憂很匮乏 你是不是會吸引到很擔憂很匮乏的 個案 對 然後你就會變得更新 是我們 對 你們就會突然一起擔憂一起匮乏 然後就來跟你說 老師我只能付你30塊 老師的說謝謝我有30塊箱 對 沒有我覺得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 我也覺得不管 不是說走身心靈 那不管什麼 你本來就是要先平补好自己的狀況 你可以忍受的 我不是說冒犯說 反正我今天就是不想過 我就想要創業 那實際上他們失敗就一定不高 對 其實我覺得都是要先平补好自身的狀況 那當然如果說你繞為這個道路是對的 我覺得就是要堅持下去 就算說你們是斜槓 但是你們堅持了三平 我覺得也不容易了 我覺得很多人很煩惱 幾個月三個月就放棄了 對我覺得創業真的是貴在堅持 真的 對 一定要找方法堅持下去 一定要找人 一起來修正的圖 沒有 少點可能可以互相鼓勵 如果現在我們做不完 我們就得再少一個人 對 不是 好 今天很快的消息到 三立豪招組的兩位品牌狀況 因為是我們的神一三 可以跟我們的溫活龍 兩位來接受專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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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